大家好,我是小春 今天要来分析吸毒战斗中的可怕之处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喜欢研究战斗过程 我在玩吸毒侠客试炼的时候 通过影片慢动作回放整个战斗过程中 突然发现吸毒一些很离谱的设定啊 也不能说是设定啦 搞不好它本来就是这么离谱也说不定 好啦,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战斗分析,Let's go! 开场的时候吸毒会进入吸毒的状态 这个吸毒状态就是六火技能 可以储存场上一半的毒伤 然后在下一回合爆发 OK,本集最精彩的部分 你们有没有看到 曾照敏的毒爆有结算两次跟三次的伤害 那为什么会造成两次跟三次的差异? 是因为九密的吸毒 它的技能会回合数加一 这个效果经过我的实测 曾照敏是不能享用的 但是曾照敏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可以引爆队友的毒 所以曾照敏只要引爆到吸毒的毒 就会如同画面这样结算三次伤害 是不是超级的霸道 而且如果你的队友还有搭配百损盗人 那这个结算三次的毒就会附加30点的扣怒 那如果没有引爆到吸毒的毒 就会如同左下角只有两层 因为那个两层就是引爆非吸毒的毒 这点我跟你们说 真的很强啊 曾照敏在台服引爆两层的时候 是不是就已经相当的痛 相当的可怕 结果现在引爆吸毒 它可以直接变成三回合结算 这个差距超级夸张啊各位 重点是他们的毒都不可以驱散 所以你也不怕没有毒可以引爆啊 而且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吸毒技能有增加场上毒伤30%的功能 如果曾照敏现在毒爆一成是100万 那引爆自己的时候伤害就是200万 那未来引爆吸毒的时候 伤害就是100万乘以三回合乘以1.3倍 等于390万 这输出能力直接夸两倍啦 你们说夸不夸张 现在有些玩家的曾照敏养得相当之好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体会过 曾照敏一个技能下来瞬间去了半条血 那个曾照敏真的是很痛啊 所以未来的曾照敏还会更加的强悍啊各位 再来就是左边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一堆补血的数字跳出来 这个是吸毒的四火技能 也就是毒伤增加30%的那一招 只要场上有毒伤结算的时候 他可以吸收30%的毒伤 转化为自己的血量 曾照敏提前结算的毒爆 也可以立马吸收 等于说以后的吸毒 就算佩戴风雷也可能不容易死亡 因为你回合中曾照敏毒爆的时候 吸毒就可以自己恢复血量 然后回合结束的时候 那个持续伤害跑出来 吸毒又可以自己补血一次 简单来说吸毒每回合 都有两次补血的机会 一次是曾照敏 另外一次就是毒伤结算的时候 如果未来搭配真小招 就是三次补血的机会 只要你把真照敏的速度 控制在真小招以下 确保真小招能帮真照敏解除控制状态 那相当于真的是每回合 妥妥的三次补血啊 你们可以看一下 右边的毒爆是不是八次 那左边的补血是不是八次 那你们想想看 如果对方全部结算三层毒 那吸毒是不是可以吸收15次毒伤作为补血 这个吸毒真的是超级强的啊 超级可怕 OK你们看一下回合结束的时候 是不是跟我刚刚说的一模一样 右边总共跳出了16条的毒伤 然后你们看左边吸毒 是不是补血补了16条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有没有觉得超级离谱 这个感觉好像是在打宠物关卡一样啊 我真的很怀疑 以后吸毒会不会每回合结束就满血 能杀死他的方法就只能拼秒杀 有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这补血真的是超唬烂的啊 然后你们看毒伤之后 右边又跳出了三条续毒的伤害 这个就是吸毒6火的技能 结算上一回合一半的毒伤 然后对敌方随机三名造成伤害 重点是这个续毒伤害可以对深门造成伤害 是不是感觉以后的毒队是不是相当的可怕啊 反正吸毒的战斗我分析到现在 我觉得以后大概毒队又会统治一段时间 这真的是非常的离谱啊 OK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战斗画面 所有的战斗都是试炼关卡 所以强度方面看看就好 主要是给你们看吸毒的离谱之处 顺便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吸毒到台服之后你们想怎么搭配 本场结束之后还会有两场的战斗影片 OK那我们直接看影片吧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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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